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 接下来继续我们来讲说这个cost adjustment 成本的调整 成本调整是多多少少都会发生 有些时候就是当然状况很多了 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说 你们跟供货厂商之间有一个 price protection的一个协议 就是说他们在这当初打合约的时候 讲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卖不掉 市场竞争的状况 我们的成本原先买的买家已经不能够支撑了 这时候工厂愿意协助 吸收一些成本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货清掉 这是这个时候呢 当然要有supporting document 如果说今天工厂没这个合约 然后你跟业务员之间的提成 或者commission 也是跟他的获利能力有关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他们业务员 卖这个东西赚不到钱的时候 他们大概也就不会有什么motivation 去帮公司解决这个库存 当然这是不好的现象 不好的现象 但是这个人心就是一项是如此的 我们不能够质量太多 所以调整cost有时候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同时也把库存的价值跟现场市场的价值尽量的接近 这是另外一个解释 好 我们这个成本的调整事实上非常非常的简单 都是让电脑去做所有的事情 我们只不只是提出要求来 我们提yes create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找产品 我们来找什么产品呢 我们先来找一个这个ATV好了 ATV我们不希望看太多 ATV110cc continue OK 好 我们现在找的话就是这ATV114cc 226 OK 2A03 我们这有获的是什么东西呢 240 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做好了 我们把ATV02 OK Dash03 我们现在说我们成本是400块钱 就这么一个item OK 就这么一个item 我们post and save OK post and save 好 我们这时候接下来我们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了以后呢 当然我这边很简单 事实上就是谁该签字 谁该签字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 签完字了以后 把这东西交给快 交给财务 这个accounting呢 他们也是就是讲的 他有一个cost adjust order的一个console 他可以monitor到底有多少个inquiry 当然一个现实生活里面 不太可能这么多的了 然后他的工作呢 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找 OK 我们找最后一个 CJ-08 OK 还有吗 就最后一个了 就应该是我们刚才做的 然后我们continue 不是这个东西 CJ-08 OK 我们找的是CJ-10 OK 怎么那么厉害 自动就跳过来了 OK 事实上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不 你好 CJ-10 OK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post to CAJ 就是cost adjust invoice OK 我们要不要 我们说要 OK 他这时候就post了 这个事实上这个动作不要的 OK 好 我们要post过来了以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 就是要把它print print的时候 这个就是trigger 我们那个adjust 我们的item ledger 还有所有其他的 其他动作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成本就从原先的435调到400块钱来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成本有没有做这个调整 current cost是400块钱 然后我们看item ledger 在这一个产品的在这一天这个号码底下我们调整过了 就是142 这running cost 当然其实这是以前的 你可以看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 那时候没有做这些动作 现在就把这个都会 一路就可以要追踪的时候非常好追踪 知道说为什么在哪里出了问题 OK 好 我们continue 好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cost adjustment就做完了 就这么简单 OK 希望大家喜欢 OK 拜拜 拜拜